法国正在搜捕一名持枪分子 他在图卢兹一所犹太学校 杀害了三名幼童和一名犹太教师 下面是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法国政府已将法国西南部的恐怖警戒级别 提高到最高的红色级别 犹太学校和穆斯林学校加强了保安 宗教场所外面也部署了保安人员 一名学校老师说 自从911事件之后 我们还没看到过这样高度的警线 警察就部署在我们学校旁边 就在学校门口 昨天总统下令警察在我们学校门口加强戒备 星期一的事件已经是当地八天来 第三起造成死伤的枪击事件 法国警方说 用于在上个星期杀害三名非洲裔 和法属加勒比裔军人的是同一把手枪 事发地点也在图卢兹和一个邻近城镇 调查人员怀疑种族主义是袭击的动机 法国总统萨科奇也感到发生 枪击事件的学校视察 萨科奇说他相信这三起枪击事件 都和针对法国少数族裔的种族主义有关 我们会采取特别的安全措施 在比利牛斯山省和其他周围地区 我们已经决定启动国家安全警戒系统中的红色警戒 目击者说这名枪手当时用头盔掩盖脸部 在奥扎尔哈特拉犹太学校上午刚要上课前开枪 受害者是年龄分别为四岁五岁和七岁的三名儿童 和一名犹太教师 还有一名17岁的少年中枪伤势严重 枪手骑摩托车逃逸 美国白宫表示对枪击事件深感悲痛 并称攻击是无缘无故的蛮横暴行 法国境内至少有50万犹太人 是欧洲犹太人口最多的地区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